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古以来 蝉橱山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它丰富的历史脉络 在2016年被登陆为文化景观 分为军事区 历史农业区 聚落区与生态区 包含两栋古迹 八栋历史建筑 超过十棵市定老树 台北有一个宫馆 这个宫馆据人家一般的研究 当然有很多种解释 不管怎么讲 既然有个宫 就表示说它不是一个私人的建筑物 尤其在这个地方 是原住民跟汉人开墾的一个交界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蝉橱山这附近 能够有一个高点 能够来观察附近的形势 以防原住民他要来跟这个汉人打仗 或者是一般的泄斗 因为这个地方是进出台北的一个 南区的一个门户 所以当时的刘公正也从这边 进到台北盆地一分为三 但因为这边水源很充沛 所以日本人来了之后 就把这个地方变成农业试验所 跟产业改良场 专门在研究农业 所以它跟这个整个的地理位置 是很有关系的 这里是农宿所的 那叫做昆虫馆 那是台大 以前这个大楼就是农宿所的大楼 那现在我给那个电力公司的以后 它重新盖成大楼 我是民国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来 待到民国六十七年 搬到台中去 一共在农宿所做了四十几年 宋戏福作为孤类太空包养殖的发明者 他参与了洋菇 木耳 太空包 短期发酵的研究 促进台湾农业和经济发展 而除了农业专家的身份 他也亲身经历了产楚山聚落的变迁 这个马路的下面是水沟 以前在柳宫郡 当时那个水是非常的勘净 清澈见底 鱿鱼可疏 小孩子也坚决游泳 在日本人当时就看到说 他的这个水质也很好 有这个柳宫郡的这个水可以供应 所以他就在那里设了这个农室所 盖了好几座建筑物 今天被制定为古迹或者是历史建筑物 这个是比较大规模的在蚕竹山下 有公共建筑物的出现 就日本人在这里想要设一个 研究台湾农业的发展之道 包括养蚕 织布这一类的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雅蚀 官蚀的一个建筑群 养蚕就是织布 这个也是在蚕竹山这里 他也开始酝酿 所以在农事所这里有两三多房子 他的落成的年代 比1910年代落成的那个总督府 都还要早 他农业县所里面 他有一个是叫蚕业改养场 都养蚕宝宝 吃到差不多那商业就要换 那旧的丢掉的话 有时候背后的话会沾到蚕宝宝 我们这个建村的小朋友 他晓得那边有蚕宝宝 人家把他产业丢出来的时候 他会捡蚕宝宝 也会装在盒子里面捡蚕宝宝 整个蚕竹山的地理位置 就在台北南区的一个门户 所以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防守的据点 那国民政府撤退来台之后 没多久发生寒战 那时候台海的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那当年就是 国民政府就跟美军酬援 所以美军就来协访台湾 那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就是帮蚕宝山这边设立一个空军作战司令部 所以美军就在现在公管远环这一带 成立了美军13航空队 那专门就是来帮国军把蚕宝山的这个空军的 作战司令部把它设立起来 我是福兰居州市人 民国38年 因为共产党快要到我们家了 所以我就跟着部队一路到了台湾 五二四边的时候 这个学生快要攻击美国的巨台的一些单位的时候 我们奉命派到这边来增援13红队 我被派到现在的民族国中队面 13红队的大门口 保护他们的安全 国民政府来台后 不仅让蚕宝山成为了中美联防的防空药地 大量空军的进驻也促使了眷村成型 那是1949年就是民国38年的时候 我爸爸因为做军人在湖南当兵的时候 帮我妈妈一起坐船逃到台湾来 后来我爸爸就到了空军作战指挥部 那接着工作部盖了这个房子 大概民国40年左右 那我出生大概还不会走路 一年多 我们就搬到这边 后来民国50几年有一个 徐焕生将军跟王卫明将军 他觉得房子太破烂 他们就用了一些经费 帮我们重新盖了一些砖墙 又加盖了一部分 所以为了纪念他 徐焕生将军 王卫明将军 我们就搬换明星镇 以前我们很少走这一条 说实话 因为这一条要爬山 叶妈 这里毛纳 没有睡午觉啊 来来来来 我还不知道 我还有一点迎客呢 福南我老家子一样 我是民国23年出生的 我结婚到这里21岁 就真的八十八岁 我们曾经花明星城 不叫花明星城呢 叫柯南星城 曾经是柯南定城 柯南医生 柯南家城 柯南定城 这样子的 后来以后 就是大家都比这个环境好 房子要改过了 就改成花明星城 我先生是吞军吞啸 的七七变业的 他是修雷达的 他在这个山上跟着 那个时候我先生 根本都不在家耶 要么就是在金门 要么就是在马祖 要么就是在山雕酒 他的跟着都是海 都是山 因为很雷达的 他是修 因应眷改条例 2011年 幻明星村39户全树搬迁 他们有了新的家园 对于蚕除山聚落的情感 却从未消失 以前爸爸在的时候 他就会说回家看看 刚开始我们就会说 那不是你的家已经换给军房了 但是他一直讲 你觉得现在 就是幻明星村跟以前差很多 哎呀 那差得太多了 那简直不能相比 现在没有既家的人 我这一带都做工的 都是下一带的人 我们现在帮的那边不弯一灯 这一灯那一灯都分开来了 很少很少见面 老的没有了 老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我还有一股都打了嘛 100岁了 90岁了都是 属于眷村的年代落幕后 继续陪伴着这座山城的 是身为非列馆眷村的自立营造户 我是新竹县福口乡人 我现在是广东人 煮好啊 你们刚好来请你们吃 好吗 谢谢 好 尝尝看 这一间是客厅 中间那个是房间 中间是房间 那我们很节省 我们就住这一间 中间那间住了人家 那个角落摆个衣橱 这边嘛 就架子烧饭 这边有空的嘛 空的我们就洗澡 还有自带水管在外面 我们提水会来烧水这边 欢明新村的自立营造特色 它其实代表是居民 它不是寻找建筑师 或找特定的工班来做营造 所以他们自立营造的时候 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 因为它自己的需求 而增长这样的所谓的空间需求的样态 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自立营造 它结构系统 跟我们一三所知认知的不太一样 假设这更是一根柱子的话 有时候柱子上去的时候 会发现一件事情 工人才会大大叫说 以前以为有柱子要做补下 怎么突然间柱子不见了 那或者是我们认为说 这边应该跟那边要相接在一起了 怎么那个相接点也不见了 那它们怎么搭起来的 很像在堆积木一样 取得某种状态的平衡 这个地方很典型的就是 把建筑物拆了 留下了老树 但是这棵树呢 它也不是被指定为重要的 台北市重要老树 但是为什么在这样子文化景观里面 我们宁愿拆掉建筑物 而留下树呢 是因为也呼应了 这边的三层聚落的空间环境 未来这个区块呢 会分为半户外空间 跟室内空间两个区块 那以半户外或户外空间呢 会由老树跟这个房舍 结合在一起之后 树屋空间所组成 然后这个坡坑的地方 会被整成像阶梯式的平台 也成为一个阅读三层的 重要的场所的位置 往后面通常都是厨房空间 前面是客厅 客户房等等都在前面 它的一个特别的建筑的特质呢 是依三而见 而且非常紧密 所以打开窗户的时候 你看到是后面的壁体 散布的壁体 然后这种坡坎的壁体 就会跟建筑群结合在一起 所以宦明新村 是我们台北市 唯一的空军三层眷村 它就是依三而建筑 非常的特殊 也是我们禅途村文化景观 保留下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这座被完整保存的 空军三层眷村 在全区保存的背后 禅除山曾经历一段 保存运动的奋斗史 在2013年至2016年间 这群人不断为了山城奔走 最终成功在复杂的产权 与文化保存间取得平衡点 因为我本身就住在这里 然后也不是因为保存 所以才来住在这边 是因为喜欢这样的环境 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来住在这里 那我跟周遭的这些居民 其实就是邻居的关系 三餐都在这里吃饭 礼拜一到礼拜有多我 除非是好传组工作室的人员 这好几年了 很像你的孩子耶 对啊 都是被我养大的 被我养房的 当初发现幻民兴村要拆除 然后还有居民被破迁的一个状态 我就只是想说 我们既然住在这里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点什么 全省没有这种建村 这很迷你 现在台客当要这块地 你要改建房子不可能 因为我们是山坡 你就不能开发 我们就跟着紧接走 就整体保留起来 眷村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 所以当我们说到眷村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房子而已 它是会牵连到某一个年代 尤其是国府牵台的初期 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状态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身为台湾人 应该要认识的 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过程 透过好残除工作室的 所有文史工作者的伙伴 以及社区的长辈 当然就是自力营造的这些长辈 我们就共同地把残除山保留下来 从残除山这样子的一个 当年就是面临到房子要被拆除 然后居民要被赶走 一直到现在变成台北市最大的文化资产之一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北市文化局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人力跟物力 来做这个地方的保存 2016年 残除山被台北市政府正式公告成为文化景观 成为台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 而幻民新村的第一期修复工程 残除山大客厅已在2020年完工并启用 在民间 政府与学校多方的协调与努力之下 这座山城正在书写它的全新篇章 这个空间变成一个重要的展演空间 就是我们对外说明什么是残除山 什么是幻民新村的一个重要的空间 所以现在整个空间是一种复合式的一种使用 包括让社区居民使用 另外就是我们做对外的一些教育宣传 还有做一些文化推广的一些活动 然后跟学校 附近学校 民族国中 还有公馆国校 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生态方面的一些课程 生态学习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在残除山里面 很有趣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其中有预留的一个区块 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想要学习生态的一些伙伴们能够进场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是未来可不可能透过 我们一些环境教育的专家们 能够共同的来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丰富的资源能够保留下来 而且它可以产生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些功能 因为产出山这边有一个层次是跟当时的农业历史有关系 目前因为整个农业实验所都已经搬到雾峰 所以它没有太多的资源 就是没有太多的资料是留在这个山区里面的 所以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个计划叫做轻营农进驻方案 我们邀请了四位老人家住进到我们的幻灭新村里面去 然后同时间它可以提供它过往的在农事所的一些资料 我自己觉得产出山这样子的一个活的聚落 它其实可以给台北市未来发展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想象 包含说怎么样与人共好 怎么样与自然共生 产出山本身这六七十年来的发展 其实就已经在体现这样的价值 希望幻灭新村能成为台北市南区博物馆的一个新亮点 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新的眷村文化 眷村文化的凋零是台湾必经的历史过程 但不同于多数眷村的消逝 被完整保存的幻灭新村成奸了文化传承的使命 将带着众人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盼 成先起后继续前行